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 各位早上好呀 今天是2024年的4月15号星期一 这里是生动早咖啡 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 苹果想要通过怎样的方式来提高Mac电脑的销量 与环球音乐旗下的其他艺人不同 Taylor Swift的音乐为什么能够重返TikTok 今天我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 那在本期节目的后半段也就是清解读时间里 我们今天要来关注一下 打工人离不开的互联网招聘平台 不知道最近你有没有为找工作而忙碌 正值一年的金三银四 招聘市场又热闹了起来 国内的头部招聘平台Boss直聘 也在前不久发布了业绩报告 2023年Boss直聘的营收增长 达到了接近60亿元 去年第四季度他们的月活月用户数 也增长了三成多达到了4100多万 根据数据机构Quest Mobile的报告 Boss直聘的月活月用户数几乎是 智联招聘 前程无忧 还有裂聘这三家平台月活用户之和 与此同时 比起Boss直聘的业绩增长 成立更早的智联招聘 还有前程无忧 已经因为业绩不佳而退市 裂聘的年营收也已经持续两年下滑 那么在同类平台都表现不太好的情况下 起步比较晚的Boss直聘 为什么反而他们的用户和业绩表现都还不错呢 今天我们的清解读就与此相关 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几条 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 苹果计划用M4芯片改造Mac产品线 根据彭博社4月12号的报道 苹果公司计划推出具有人工智能处理功能的M4芯片 并且把这款芯片用到所有的Mac机型中 M4芯片将包括入门级、中端和高端三种不同的版本 今年苹果可能会在MacBook Pro、iMac和Mac mini使用新的芯片 其他的Mac机型将会在明年搭载M4 彭博的分析认为去年Mac的销量下降了27% 尽管在2023年10月苹果重点推出了M3芯片 但是和上一代的M2相比 M3在性能方面并没有重大的改进 M4芯片也被看作是苹果为了赶超竞争对手的重要举措 而在上周四苹果公司的股价上涨了4.3% 也创下了11个月来最大的单日涨幅 亚马逊发布2023年度股东信聚焦生成式人工智能 根据华尔街日报4月11号的报道 亚马逊CEOAndy Jassy上周四发布了亚马逊2023年股东信 信中总结了亚马逊2023年整体业绩 以及各个业务的发展情况 并将重点聚焦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上 Andy Jassy表示 人工智能可能是云计算甚至是互联网以来最大的技术变革 而对于亚马逊来说 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成为在线零售 亚马逊Prime和云计算服务之后下一个增长支柱 另外在这封信当中还表示 云计算服务将会成为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和模型的核心 同时亚马逊的股东信透露 董事会将会有新的人工智能专家的加入 曾经帮助创建Google Brand 担任过百度首席科学家的吴恩达 将会加入亚马逊的董事会 Taylor Swift的音乐重返TikTok 4月11号Taylor Swift的多首歌曲 重新出现在TikTok的官方曲库中 用户可以在自己的视频里使用这些音乐 今年2月Taylor Swift的唱片公司《环球音乐》和TikTok 在版权费用等等问题上没能达成一致 随后《环球音乐》从TikTok上下架了一大批旗下的艺人作品 《金融时报》的分析指出 Taylor Swift是环球音乐旗下唯一一个能够继续向TikTok 提供自己作品的艺人 根据2018年他和《环球音乐》签订了协议 Taylor Swift对合同期间录制的音乐 拥有完全的所有权和控制权 而Taylor Swift也将会在4月19号发布自己的新专辑 他的音乐重返TikTok 也再次凸显了TikTok对于艺术家推广自己作品的重要性 不过目前TikTok和《环球音乐》两家公司的相关谈判 仍然处于僵局 环球音乐是最大的唱片公司之一 控制着全球三分之一左右的音乐版权 一些艺术家和行业组织也支持环球音乐的立场 认为社交媒体平台需要支付更多的费用 并且保证有限度的使用AI 喜马拉雅重启IPO 2023年实现纽亏为盈 4月12号喜马拉雅向港交所递交招股书 过去几年喜马拉雅曾经多次寻求上市 2021年的5月 喜马拉雅赴美提交IPO的申请 但是4个月之后就宣布撤回上市 并在同年的9月转战港股 2022年的3月 喜马拉雅又对港交所的招股书进行了更新 但是目前这两个招股书都已经失效 最新递交的招股书显示 喜马拉雅2023年的收入达到了62亿元 实现纽亏为盈 这也是喜马拉雅成立10年以来首次盈利 第一财经的分析认为 最近几年的降本增效 是喜马拉雅实现纽亏为盈的重要原因 过去三年研发和营销开支 在他们总收入中的占比持续下降 财新的报道指出 喜马拉雅的研发投入 主要是在AI的应用上 包括用AI制作有声读物 推出音频制作工具 招股书的数据显示 截止到去年年底喜马拉雅平台上 AI生成的内容 已经占到了音频内容总量的6.6% 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几条商业科技动态 别走开 马上和你一块来聊聊BOSS直聘 为什么一路成长为行业第一 欢迎来到今天的新解读 BOSS直聘的财报显示 去年他们新增加了4900万名求职者 创下了历史记录 付费企业客户的数量 也达到了520万这一历史水平 Quest Mobile的报告显示 截止到去年第四季度 BOSS直聘是国内月活用户规模 最大的综合招聘平台 其次是智联招聘 虔诚无忧和裂聘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成立于2014年的BOSS直聘 虽然是这几大平台当中 起步最晚的一个 但是从2019年以来 他们的使用评次 就已经逐步超越了虔诚无忧 还有智联招聘等等 一众传统网络招聘企业 成为了行业第一 目前BOSS直聘的月活用户规模 已经达到了4000多万 远远超过了其他三家 那相比之下 在上世纪90年代 就已经诞生了传统招聘平台 智联招聘和前程无忧 尽管如今 他们还活跃在招聘市场上 但是都在几年前 就已经陆续退市 市场份额也已经大不如前了 那入局更晚的BOSS直聘 为什么能够一路成长为 行业第一呢 原因之一 采重移动化的浪潮 推出了新的平台模式 在十几年前 智联招聘和前程无忧 等等国内传统的招聘企业 一直都是以PC网站的形式存在的 直到2010年 移动互联网逐渐崛起 意识到移动APP时代 已经到来的BOSS直聘 在2014年诞生之初 就直接推出了手机移动端的应用 很早就开始根据用户上网习惯的变化 推出相应的招聘服务 过去传统的招聘网站 都是以大型企业为他们的核心服务对象 招聘的过程当中 主导权也都是由企业端来掌控的 这也就导致求职者投递简离之后 往往会处于比较被动的位置 既没有机会和HR对话 也不太清楚具体的应聘进度 当然等待期也就比较漫长 而且十分煎熬 而BOSS直聘的直疗模式 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能够直接和HR 甚至是老板沟通的情况下 求职者就不用一味的干等回复 他可以主动询问 应聘的进度和职位的情况 而HR也不能够随意下载求职者的简历 而是需要看过求职者的信息 并且经过对方同意之后才能够拿到 那这样一来不仅给求职者更多的主动权 HR也可以在查看简历之前 先通过简单的求职信息和线上聊天 做一轮快速的筛选 提高招聘效率 其次比起传统的招聘平台 以搜索为核心的分发方式 BOSS直聘推出了智能匹配的功能 36颗的报道显示 BOSS直聘在2015年初就组建了技术团队 2019到2023年 他们的平均研发费用率也高于其他平台 保持在26%左右 人才和岗位的匹配率 也是现在招聘行业的核心矛盾 而算法不断学习了解招聘双方之后 就可以以信息流的方式 持续地对求职者和招聘方两端 进行双边推荐 从而就可以更有效地进行人岗匹配 提高服务的转化率 澎湃的报道显示 2022年的上半年 BOSS直聘当中 每10个找到初步意向 匹配企业的求职者 有7个都是来自于系统推荐的岗位 而系统给企业推荐的 10个求职者当中 也有4个是比较符合企业要求的 原因之二 收费项目更多 满足中小企业的需求 除了求职者和企业客户规模 不断地增加 BOSS直聘业绩 能够增长的另一大原因 还在于他们的收费模式 事实上 虽然招聘平台 同时为求职者和企业都提供服务 但他们的主要营收 还都是来自于企业客户 比如数百万的企业客户 为BOSS直聘贡献了超过九成的营收 那在具体的付费模式上 传统招聘平台 主要是向企业客户 收取职位的发布费 简历下载 还有查阅等等不同的费用 但是这种商业模式比较单一 平台能够从单个企业那里 赚取的收入也相对有限 那相比之下 BOSS直聘会向企业客户 收取更多不同种类的服务费 比如说 基于招聘方 想要更快更直接的和候选人聊天的需求 BOSS直聘就推出了 按聊天次数来收费的模式 当企业把规定套餐内的 免费聊天次数用完之后 就必须付费 购买更多的服务 另外 企业如果想用平台的智能匹配功能 把职位定向的推送给一些 合适的求职者 也需要付费 每推送给100位求职者的费用 大概是198元 那除了这些BOSS直聘 还推出了调查求职者背景 搜索时能够被优先展示 还有批量追聊等等一系列的收费项目 也就进一步地扩大了他们的创收空间 目前国内主流招聘平台 动不动大几千 甚至是上万元的年度付费套餐 会更加适合招聘需求旺盛的大企业 而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的 中小企业招聘情况调查报告显示 相比大企业 中小企业临时偶发 小规模 以及短期的招聘需求相对比较多 所以也就更加注重性价比和付费方式的灵活性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报此职聘推出的月度小额付费的方式 也会更加适合中小企业 去年在报此职聘平台之内 年付费额不超过五千元的小型企业客户数量 同比增加超过了五成 原因之三 抓住增长潜力庞大的蓝领市场 报此职聘官方表示 工人 月扫 司机等等蓝领求职者 是他们平台内增长最快的用户类型 超过了白领和金领 天风证券的研报显示 2020年中国大概有4亿左右的蓝领工人 人数相当于白领的两倍多 并且蓝领换工作的频率也会更高 每个人一年内主动求职和跳槽的频率 大概是4到5次 是白领的8倍左右 另外由于传统的蓝领招聘 大多都是以线下劳务中介 或者是熟人推荐为主 蓝领群体的线上招聘渗透率 也一直都比较的低 截止到2020年 也只有13% 远低于白领群体50%的渗透率 同时市场内也存在着 信息不透明 机构水平良有不齐 虚假岗位众多等等问题 而这也就给互联网招聘平台 下场拓展的机会 2015年到现在 BOSS职聘针对蓝领市场 陆续推出了不同的产品和服务 彩报显示 截止到去年下半年 他们平台内蓝领求职者数量 和相关业务的营收 在整个平台中的占比 都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一 不过当前的BOSS职聘 也面临着不少的挑战 首先随着企业客户的增多 BOSS职聘上的招聘者 就变得鱼龙混杂 导致部分求职者的 沟通体验比较差 比如有媒体曾经报道过 在求职的用户问到 是否有双修的时候 有的招聘方会回复到 已经成家的不考虑 甚至还出现过求职者 在BOSS职聘上因为长相 或者是工作经历 而被人身攻击的情况 BOSS职聘也因此一度上了热搜 另外在下沉市场工作种类 相对单一的情况下 BOSS职聘为了给求职者 推荐更多的岗位 也不再注重 智能匹配的精准性 而是无视求职者的求职意向 随意推荐 匹配度非常低的岗位 比如说给想要做运营的求职者 推荐向前台文员 销售 甚至是物业保安等等工作 这也就大大影响了求职者的使用体验 不难看出 虽然BOSS职聘 已经在线上招聘市场上 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但是未来随着用户和企业客户的增加 该如何保持平台的服务水平 也是BOSS职聘 需要长期考虑的问题 那说到这儿 我们也很好奇你的感受 不知道 你通常会在哪些渠道来找工作 曾经有过哪些 让你印象深刻的求职经历呢 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 一起来聊聊 当然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还想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个有趣的春日活动 我们早咖啡的高校早起活动 伴随着春天的到来 已经正式回归了 从今天开始连续两周的时间 早起收听早咖啡的同时 也在通勤路上随手拍一张 让你充满能量的春天的照片 就能够参与抽奖 我们的奖品是早咖啡和Tomtuck 联名定制版城市穿梭鞋跨包 我们一共为大家准备了300份 活动的详情可以在show notes 也就是我们的单集剪接部分可以找到 参与春日早起活动 咱们一起用商业科技动态 和春日能量 开启全新的一天吧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商业内容策划 喇喇 声音授记Jack 实习生Stella 实习生Kiki 实习生六公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 那我们就 假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